還有我們電視機前面的國人同胞 大家午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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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吧 剛才我聆聽了總統的開場 我覺得總統很想急切地告訴我們說 他在過去的幾年做了多少的事情 我們也聽了很多的數字 我要告訴總統幾件事 第一 他所說的政績 我想請問他哪一件事情不是從民進黨執政的時代打下的基礎 延續下來的呢 金融機構的快帳的打消跟金融機構的重整 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完成的 那麼也造成說在金融風暴的時候你可以安然度過 你的山通 你的觀光客 哪一件事情不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打下來的基礎呢 我還要再告訴馬總統 你一再著再講民進黨的過去如何如何 我要提醒馬總統 我們現在在選的是2012年的總統 不是2008年的總統 站在你面前的是蔡英文 不是陳水扁 我要再告訴我們的馬總統說 你提了很多的數字 但是這跟人民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 人民的感受是什麼 我在這裡簡單的來向大家說一說 第一 人民覺得找不到工作 真的工作很難找 有工作的人不知道說他的工作還可以做多久 第二 人民覺得物價高漲 房價也漲 可是薪水越來越低 而且社會越來越不公平 第三 人民也覺得主權一直在流失 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現在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還可以維持多久 人民這麼焦慮 那你的配應方案是什麼 馬總統 現在的政府的對應方案是什麼 第一 人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這個政府是花錢 花錢 再花錢 三年舉債 一兆三千億 超過民進黨執政的八年 錢沒有花在刀口上 再留子孫 讓台灣人民感覺到說越來越窮困 第二個 馬總統的情勢掌握不足 而且政策錯誤 讓我們的高科技產業陷入數十年來最大的危機 連張忠謀董事長都要忍不住提醒政府說 政府要珍惜台灣的企業 那麼馬總統自己最自豪的兩岸經貿 因為配套不足 造成台灣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而且房價飆漲 那麼依賴中國市場 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人才 還有資金加速移往中國 台灣的核心競爭力 都逐漸的再快速的流失 連緬朝商會都說 馬政府真的是效能不髒 因為這個政府 施政沒有中心思想 這個政府的決策 沒有完整的規劃 這個政府不積極 也不負責 沒有中心思想 所以事事都跟進在野黨 從十年政綱到非核家園到社會住宅到腦農今天 民進黨不說馬政府就不做 因為沒有決策的完整的規劃 所以就反反復服 魯莽造勁 北北基的學策 讓學生變成了白老鼠 兩岸的和平協議 讓人民惶惶不安 不知道說我們是不是在十年之內就要走向統一 那麼做總統的責任就是要解決人民的痛苦 帶領的國家往前走 我知道現在人民最痛苦的事是生活的問題 我更了解經濟是台灣的生命的生存的命脈 歐洲的債務危機造成了全球的經濟失速的風險 也考驗著台灣經濟的發展 這是台灣未來的總統必須要面對的 民進黨明年重返執政 我們不會向國民黨只注重經濟成長率的素質 民進黨會更重視人民的生活 我們會以十年政綱為藍圖 讓產業連結全球與在地 讓社會符合公平與正義 我們要做的主要的四件事情是 第一 未來的產業發展必須要連結全球與在地 第二 我們要拓展新的出口市場 讓在地經濟跟在地就業能夠結合 朝向全球在地化的方向發展 這樣做 產業才會更留台灣 工作機會也會留在台灣 第二 我們要推動全面均衡的經貿關係 我將組織一個強而有力的談判團隊 由政府帶頭跟企業一起打拚 我們在國際上衝鋒憲政 我們要在多邊組織裡面 主導談判的議題 創造台灣的空間 在兩岸經貿 我會以台灣價值為核心 完善的配套 穩健的推動 確保台灣核心的競爭力優勢 留住我們的人才跟資金 我也會讓我們台灣經濟發展的果實 讓全民來共享 不會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 我會注意區域的均衡 城鄉的均衡 公平正義 世代正義 我會減少貧窮的差距 徹底改變一個台灣 兩個世界 第四 我會採取穩健的財政政策 四年赤字減半 八年預算平衡 不會讓台灣陷入財務的危機 我會重新檢視預算 把浪費的預算全部刪除 把有限的資源放在最需要的地方 未來的台灣的挑戰非常的艱巨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領導人 團結這個國家 國家的意義是大國一政黨 我的競選團隊不等於我的治國團隊 我的治國團隊會超越黨派 我用人為菜 我會把台灣最好的人都找來 我們要組一個專業 有效率 而且是青年的政府 那麼我們也要因應景氣的挑戰 這個景氣的變化非常的快速 所以在勝選之後 我們將會跟各方合作 提出一個短期景氣因應的措施 讓我們在交接期 不會發生政府因應景氣變化的一個空創期 我們也會組成產業發展的策略小組 結合政府跟民間的智慧 重建台灣的傳統產業跟科技產業的優勢 親愛的國人同胞 民主政治的真諦就是四年做不好 承諾都跳票 那就應該換人來做 我今天這樣說 四年以後 我也歡迎大家 以同樣的標準來檢視我 我是蔡英文 我有決心 也有能力 承擔未來的責任 將來的四年 我不會讓大家失望 謝謝